對我來說是日本是一軍外國的玩者 可是現在還是一當 終於遇到重要的家庭燃養殖的夥伴 它是一個就是 不太擅長與人交際 小鐘時代是我真的很內向 沒辦法是講話的 我的理想嘛 那個台灣的文化也是加進去 遊行一下世界系 面具下的勇氣 高橋鴻奮的故事 12月8號上午9點 公視13頻道